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议员 参议员他们的总统 还要选整个联邦的总统 天啊 还有中议员 参议员 那么大的体制 假如像台湾的中选会这样搞的话 美国早就垮了 今天我们听听Jack怎么做 Jack你好 你好Sam你好 各位千锋电视台的观众大家好 欢迎你来 来 麻烦你跟我们解释一下 美国到底怎么进行选举 不像我们的中选会那样 我想我把美国 这是大选的投票 美国大选是11月6号 选州长一些一半的参议员 还有一些众议员这样子 还有很多的公投 总共将近200项 那我从投票到出来不要5分钟 等一下 公投200多条 你要去打 差不多 因为是这样子 投票的 美国投票过程的时候 第一个 你要先登记 因为你在哪个选期不知道 所以它根据你的住址 根据你的驾驶 反正你的户籍 你要先登记说你要投票 他们选举的应该是市政府 大部分都是市政府办的 然后你要登记投票 然后他们会造册 然后在选举差不多三个礼拜前 他会寄一个投票手册 就是票手册给你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个有英文 有中文 有各式各样的文 各种语言都有 三个礼拜前寄到你家 那时候电视上都常常有这些广告 这是哪一个州长 哪一个那个什么公投法 大家两边都有在广告 公布题目也有在手册里面吗 都有手册 他又非常简介就是说这个公投题目 会是Pro and Con 就是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 非常简介 然后各候选人他会简介 他只是介绍你是商业人 或是你前州长或是前议员 或是你是哪一方面 非常简单的 因为选举所在没办法介绍那么多 大家自己去看 那美国只有两个大党 等一下我请教 选举所这是小本 还像台湾在一大章 小本的小册的小册的 就小册子的 就是我们普通的书这样子 大部分三四十页这样子 那你三个礼拜前回到家 你就要开始去看电视的广告 你喜欢什么东西 哪一位候选人 或是你的公投法案 对你有什么直接的影响 那像我是共和党Republican 所以大部分我都是选Republican 那有的像法官那个是没有党派的 对你说你大部分选Republican 那上面是谁提出来 还是Liberal提出来 上面会有著名吗 还是不著名 两个大党都会只有提出一个候选人 不是我说公投 公投就是yes or no 对 那他们没有注明是哪个党提出来的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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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问题 这个是全部公投的 那有大党 大党只有两个 其他很多小党 甚至你可以 你可以写你自己喜欢到谁 用写的 用写的也可以 用写的很有意思 这对台湾来讲不可思议 这个选择你没有在上面 你得不到什么票 你现在讲的选举是 共和国里面选举 还是联邦的选举 我们这次是地方选举 地方选举 就是每个州自己的选举 跟我们这九合一差不多 好请继续 那像我们共和党因为很多 所以你在去以前 你都要先把你要投的这些 全部把它打好 然后当天你去 对不起 打好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有洞 那个不是有洞 他有画圈 以后你要去打洞 可是你用铅笔就 你先勾好 到时候要去打洞就对了 所以你先做好这样 对你在那边看 没有那个时间了 不像台湾到时候还在选 到底要选哪一个 所以没有相当长的时间 可以去准备 因为你要投给谁 所以到选举的时候 只是去打洞而已 对打洞 所以打洞因为 那个速度快 很快 那他都是用电 就是说像我们的考试纸电脑 我们考试纸是用V2圈笔拔画 他就是用一个特别特殊的小笔 然后那个是洞 差不多打个三四十个 所以不到碰碰 这样一秒钟一个 差不多两分钟结束 然后当天投票的时候 蛮有意思 就是说你去 然后他们的很多选务人员 那他们就按照你的 alphabetical order 就是说字母的顺序 像我们台湾的话 应该可以用 是用last name的第一个字 对 那台湾应该可以用 一条龙或是一个队伍是太慢了 你可以按照年龄 比如说二十岁到三十岁 一个三十岁 那你的造册大概知道 你有多少人 这个年龄你可以有几个 就是用排队理论来怎么样 很快的就把它投完 这样子 对啦 这个学务人员 我们像我们的学务 台湾是一条龙 台湾的学务人员 还停留在四五十年前 对对对对 都没有进步 没有没有 他还不知道怎么进步 蒋介石时代在排长龙 现在也是在排龙 那我是觉得台湾不是常常 有些立法委员 还是什么县市长到国外去考察 不知道考察什么东西 当然考察社群行业比较多 这不知道 可是这个东西是不是没有 几十年前就有了 而且台湾的电子不是说很发达吗 我想台湾要电子化 那是轻合一己的事 台湾的硬体软体都有 那只要教育人民怎么做 那很快 等一下我会秀出来这些文章 然后去那边他对你的造册 把你的名字OK画掉 你在那边签个字 你就拿到一张选票 那个选票就像我们电脑打纸一样 你放到一个机器上面 你把它放进去 把它固定好 它有两个洞让你固定好 然后它有一个手册 跟你的手册一模一样 你就照一页这样 这个号码多少 它就你就用这样 你一页翻 你答案已经写好了 你的答案已经写好了 你答案已经写好了 所以这样一页一页翻 然后这样勾勾勾勾 打完以后 OK 你把那个选票拿起来 交给选务人员 它不是交给选务人员 你要直接投入那个封起来的箱子 选务人员不能碰你的票 他看到你的票 然后他叫你把那个收据 撕起来就拿回家当一个收据就对了 这样投票完 那通讯投票又是什么一回事 通讯投票是因为你有时候不在嘛 对不对 你可以通讯投票 那你要你打勾完以后 你要封起来 然后你就寄出去也不用钱 他已经有资金号 他要封起来 可是你要签名 对你的签名 然后通常你如果说你去出差什么 你就当天没有办法的时候 你就通讯投票 可是他们收到以后 这市政府收到以后 他那是封起来的 他叫你要封起来 他不能开 他当天完毕才开这样子 所以通讯投票是多久以前 可以寄出去呢 好像要在一个礼拜以前一样 我以前寄过一次 就是多久以前寄 你不能当天寄 大家没办法开票 那信封都是跟选举手册 一起寄来的吗 对 没有 你就把整个选举手册回去 整本 整本寄回去 那信封呢 没有信封 他就是整本进来 然后他封起来了 你如果要投信投票 你就勾完以后 那个打黑洞 用铅笔画黑的以后 你照样用那个封起来 签名送回去这样 就整本 整本送回去 手册进回去 你手册不需要 再套一个信封吗 不用都不用 他这手册就是信封啊 他那cover就是你的信封嘛 人家都想得好好的 所以这同学投票也不会有作弊的嫌疑 你投票放到那个密封的箱子里以后 OK 大家都投完以后到截止 比如说晚上七点 他们就把他送到大概市政府去 那每个市政府 他有大概几十个还是多少 我们那个市都小小的啦 没有几个 然后就集中那里 然后他就用电脑 批批批批批批一下就出来了 也不用唱票啊 不是说打购的啊 这个是废票还是什么 完全机器处理 所以他开票非常快 也不用去监票 那老实动说 每一个监票手册去监票 以前因为有些有作票 这次还听说还有灌票的 那是不是你有带手册 我们来看这个手册 好那我们先看第一页 我们开始啦 我想开始一页你就开始讲 好来 等一下啊 来 五 四 三 好 那我们先看他们手册第一页 它秀出来的是一个logo啊 OK 这是中文版本 中文也写官方啦 这是中文版本啊 美国官方不知道怎么翻 official啦 OK 你看 这个中文大家都看得懂 晚上八点关闭 然后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 你拿到这张选票有没有 然后插到这个机械的东西 把它这上面固定好 右边都是你看第三图 就是打洞的地方 它这个号码你看那个左边 然后这个是笔让你打洞 打完了它就会这样 你这样蹦蹦蹦蹦 打了很多洞 打完以后你就投到这个票箱里面去 你来看这个 这个地方是给你写你要投的人 好 这我会投Jack Jack也可以 对 我不用花一毛钱 就有人投我一票 Jack也可以投我一票 OK 这些选民资讯 好 我们来看这个官方 这是因为选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投票选知 这个很抱歉 因为我们是PDF党 所以中间会有这种选择的过程 这个你看这是州长 John Falk John Cox 这是Republican的 共和党 所以你看这里 八跟九 一个是共和党一个民主党 也是在民主上面打洞就对了 没有 它在旁边的机器刚好 你看八号你就打八号 看你要选九就九 你两个都打就是配票 它上面有写选其一 只能选一个 你看它一个这地方 只能选一个这样 大部分是两个选一个 你看这里 所以你看这个 有的是 这个都是二选一的 这是法官 最高的法官 你看你要选哪一个这样子 你看这个八 从十几到九十一百零二 你看哇这个到最后 那你可不可以跳迈点 我们观众会跟不上 这个州议案这是公投 公投的二 你看这个州议案 这是公投一 刚才这是选人 有学校的 学校的supervisor 有线的county 所以你意思说选举所有的手册 要选的公投人啊物啊都在里面 你看它每一个人都有简介 它是什么职业的 很简单的简介而已 所以你是以前的警长还是什么 这些都可以写上去 就是非常简介 所以让人家有一个想法 他的职业是什么 适不适合现在这个选票 那个是公投一二 我记得有十个 多少是几个 十二个 你看这个到上面有几号 两百零六啦 两百零五 他们公投的题目 零两百零 什么题目都有 对可是他非常简介 就是说这公投要花多少钱 要抽多少税 大部分都是要 然后要用在哪个地方 用在光源还是什么 这个州长 州议员这些 大部分是这样子 这有一个想法 那在公投完以后 这个结果有没有 实际上的法律效率 还是要经过一种立法程序呢 就是公投就是法律效率 具有法律效率 因为它有关于你的预算 就是我现在州政府 要花多少磅 公债去做这些事情 我记得上次公投 有大麻合法化 这个已经合法 过来过了嘛 对对对 还有一个我看到不可思议 就是这个A片的演员 男演员 需不需要戴保险套 这个也拿来公投啊 这是对台湾来讲 这开玩笑嘛 但是美国好像就是 普通的事情 没有这个有些事情 那个法官没办法解决 对 就要用人民去解决 所以这个是 法官就说我这个没办法 这是你私人的事情 可是有人提算说 这是妨碍风化 还是妨碍公众道德 我们不能这样子 不过我想要表示给我们 观众朋友了解 就是说美国公投是 大大小小的事情呢 可以沉岸的话 你就可以公投了 并没有什么 没那么严肃的 什么绑大选啊 不绑大选 本来是大选一起投的嘛 对不对 所以公投把它当作生活的一部分 那就对了 就叫民主社会嘛 是不是 那杰克你刚刚带来的手册 你看的是这个汉字版嘛 对不对 它是不是 我记得很多版本是不是 都有 语言 很多种语言 因为加州太多人种了 所以它 因为加州 美国的宪法是人人平等 那你不能 这个只要有差不多的人 你就要 就是要那种的类型 看你的人有多少 你看我看差不多有二三十个翻译文章 所以要花很多钱 是 那我们这个可不可以看看英文版本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英文版本 好 我们来看这个英文了 其实跟中文差不多 可是英文刚才的字比较大一点 你看都是一样的就是选票 你拿到这个 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翻译字不一样而已 完全一样 蛮有意思的 这个 那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选 选Republic 共和党 所以这个 这比较好选 他的话 因为他是共和党 其实很多共同 不自由党 可是很多公投法 还是这些法官 我是照他的职业来 就是说 因为他没有党派的时候 我就看他的职业是不是比较适合这个东西 或者是 就是说他以前做法官 做律师现在要做法官 或以前做检察官 现在要做法官 我通常会用检察官来做法官 这几个加弗党的 Republic 好像是 很像是民主党这样大部分 共和党比较弱 加州 我们下一集会讲什么叫 就是说两党政治 就是Republic Democracy的这个 上次你知道我们学习来讲 Republic讲非常精彩 听说这次在台北 你也讲Republic 好多人跟我说你讲的好精彩 对 很简单的 你应该不知道什么叫Republic 结果一宣传以后 哇居然比我们 千锋的收视力还高 真的 那个 台湾最近 我也不知道我会去参加这个东西 刚好来的时候 就来千锋的时候 碰到那个刘孝掌的JUGLE 那他说你来的 那刚好他们写是Republican 不是 For Mosa Republican Association 我就说Republic就是 不是共和 所以我解释给他们听 等一下麻烦你来介绍一下 好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台湾 蛮有意义的 好 那你的选举我们就讲到这边 对 很好 那你对于台湾的选委会 有什么一些中雇好不好 可不可以跟您的选会 我想中选会 其实不是说中选会 我觉得所有的政治人物 我们的选举经过这四五十年 还是一样老套子 那台湾说进步 其实台湾很有进步的空间 如果在执政党 执政党可以在这一年 今天把下一次的选举 变成投票电子的话 我想一般民众会感觉到 这个政府有在改进 可能会拿多一点的票 好 谢谢 好 谢谢你 好 各位小姐的朋友 这次我们大家都上了 这个中选会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会的 当 那么多人排队 你看那镜头这么吓死人 从来没有选举是这样闹过的 那还好没有出人命 万一有一个什么出人命 或是中共呢 有意派个人放个小炸弹的话 那这个致死提到 好 我们今天就介绍电子化的选举到这边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Jack给来到我们宫内 谢谢 谢谢 OK 谢谢